每天为您更新奇闻趣事 科学发现 欢迎收看我们新一期的节目 眼前我们看到的这一颗星球 被称为太阳系的宝石 它是一颗气态行星 可以漂浮在水面上 它就是土星 土星以美丽的星环而著名 这个星环主要由尘埃和冰块组成 本期节目我们提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如果地球和土星相撞 会发生什么 地球繁绕太阳运行的速度 大概为30千米每秒 我们假设地球以这个速度撞向土星 土星距离地球 大概在12亿千米到15亿千米之间 我们大概需要15个月 才会撞上土星 一开始人们察觉不出有什么异常 随着天气的越来越冷 人们开始恐慌了 在一个星期之内 我们就会发现天空中出现了异常 火星变得越来越大了 如同一个红色球体般 悬挂在我们头顶上 随着地球和土星的距离越来越近 木星的身影也会变得越来越大 很快就会如同满月一般了 当地球穿越木星和火星之间的小行星带的时候 这将是一段十分危险的旅程 各种陨石和小行星 会如同流星雨一般 弱向地球 小行星撞击地面 会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形成各种各样的陨石坑 撞击土星的旅程还在进行 由于温度降低 地球上的海洋已经结冰 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和其他资源会十分缺乏 随着距离越来越接近土星 此时我们在地球上 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土星的光环了 此时估计会有很多幸存下来的人类 出来观看土星美丽的身影 土星星环的宽度是地球的十几倍 但是厚度仅仅只有几十米 土星眼力对月球的影响 要比地球大得多 在接近的过程中 月球要么会被土星辅迫 要么会被弹到外太空去 由于土星的星环 都是一些微小尘埃和冰块 因此地球在穿越土星星环的时候 地球会再次遭受到 如流星雨一般的陨石撞击 这次撞击有可能会让地球偏离预定路线 当地球和土星的距离足够近的时候 地球会被土星的引力撕裂 化成碎片 彻底消失在土星中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加有意思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